大家好,我是莉莉,我现在读一个信写给儿子的信 是洛克菲勒写给他儿子的信 听一下哈 他上面写的是 亲爱的约翰,你进来的情绪过已低落 这种表现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我能真切的感受到 你还在为那笔让你赔进一百万美元的投资 而感到羞辱和羞愧 因此终日蒙蒙不乐,游幸充重 其实这大可不必 一次失败并不能说明什么 失败更不会在你的脑门上贴上无能的标签 乐观起来,我的儿子 你需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自视之中的保持顺利 想法却要时刻和失败比零二句 也许正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无奈的失败 追求卓越才变得魅力十足 人们对成功尽向追逐 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但是即便如此,失败还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命用也是如此 只是和有些人不同 我把失败当作一杯烈酒 咽下去的使苦涩吐出来的 是精神 在我凶性勃勃进入商界 跪下来,诚心祈求上帝保佑我们的新公司 一路顺风之时 一场灾难性的风暴袭击了我们 当时我们签订了一笔合同 要勾进一大批豆子 本来可以从中大赚一把 但没有想到一场突然来访的 霜冻击碎了我们的美梦 到手的豆子毁了一半 而且有时德行的供应商 还在里面掺扎了沙土和细小的豆叶 豆结 这注定是一笔要做杂了的生意 但我知道我不能沮丧 更不能沉浸在失败的痛苦当中 否则我就会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远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更不可能一直维持现状 如果静止不动 就是退步 但要前进 必须乐于做决定和冒险 那笔生意失败之后 我再次向我的父亲借责 尽管我很不情愿这么做 而且未使自己在经营上胜仁一筹 我告诉我的合伙人 可拉克先生 我们必须宣传自己 通过报纸广告 让我们的潜在客户知道 我们能够提供大笔的预付款 并能提供供应大量的农产品 结果让人非常满意 胆识加轻奋拯救了我们 那一年 非丹没有受斗子事件的影响 反而赚到了一笔可观的纯利 人人都厌恶失败 然而一旦避免失败变成你做事的动机 你就走上了歹惰无力之路 这样非常可怕 甚至是种灾难 因为这意识着你可能会丧失原本 可能有的机会 儿子机会是稀少的东西 人因机会而发迹富有 看看那些穷人 你就知道他们不是无能的春财 他们也不是不努力 他们是苦于没有机会 你需要知道我们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之中 在这里你不是吃人 就是被人吃掉 逃难几乎就是放弃成功 而如果你利用了机会 那别人的机会就相应减少 这样能更好的保全自己 还怕失败就不敢冒险 不敢冒险就会错失眼前的机会 所以我的儿子为了避免上市机会 保住竞争的资格 我们为失败和挫折买单是值得的 失败是迈向更高地位的开始 可以说我今天的地位是踩着失败的螺旋阶队 身上来的在失败中崛起的 我是一个聪明的失败者 我知道向失败学习 从失败经验中吸取成功的因素 用自己不曾想到的手段去开创新的事业 所以我想说只要不变成习惯失败是件好事 我的左右名是 人始终要保持活力 保持坚强 不论遭遇怎样的失败和挫折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我非常明白 做什么事情才会让自己感到快乐 什么东西值得自己为之效命最初的期望 就像清洁工手中的哨把扫进成功路上所有的垃圾 儿子你自己最初的期望在哪里 只要你不丢掉它 成功必将到来 乐观的人在苦难中会看到机会 悲观的人在机会中只会看到苦难 儿子记住我深信不疑的成功公式 梦想加上失败再加上挑战等于成功 当然失败有它的杀伤力 它会打击人的意志力 世人变得萎靡不正 但最重要的是你对待失败的态度 天才发明家托马斯埃迪生先生 在用电灯照亮摩根先生的办公室前 共做了一万多次的实验 在他那里失败是成功的实验天 十年前 纽约太阳报一位年轻记者对爱迪生进行了一次采访 那位少不更事的年轻记者问道 爱迪生先生你目前的发明曾经失败过一万次 您对这些有什么看法 爱迪生对失败一次很不受用 他以长者的口纹对那位记者说 年轻人你的人生旅程才刚刚开始 所以我告诉你一个对你的未来很有帮助的启示 我没有失败过一万次 我只是发明了一万种心不同的办法 精神的力量永远如此巨大 儿子如果你宣布精神破产 你就会输掉一切 你需要知道人的事业就如同浪潮 如果你踩到浪头 功名随之二来 而一旦错失这中期一生都将受控于浅谈和悲哀 失败是一种学习经历 你可让它变成悲目 也可以让它变成垫脚石 没有挑战就没有成功 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就踢下脚步 战胜自己 你就是最大的胜者 我对你很有信心 爱你的父亲 好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have a nice day bye